1976年8月26日 在扎伊尔 一个叫雅库布的小村子里 有一位教师发现自己患了高烧 他马上来到附近的医院救医 告知医生自己曾在几天前前往北部游玩 医生诊顿他应该是得了疟气 于是给他开了心药回家调养 然而几天后 他的病情却越来越重 高烧持续不退 还伴随着无消脂的呕吐 最严重时连内脏碎片都吐了出来 接下来 他又出现了代谢腹泻 头晕目眩 呼吸困难等症状 整个人常处于昏厥之中 九月五日 家人将他送到了医院中原治疗 但情况却继续恶化 他的眼睛 鼻孔 口腔 肛门 甚至是毛孔等一些空腔 都向外大量流血 很快就流遍了群身 根本吃不出 整个人被鲜血覆盖着 像其了电影中的病血湿 到了9月8日 这位患者就暴毙而亡了 从他发病到离世 仅仅不到两周时间 然而 这还远没有结束 他死后不久 照顾他的护士医生 为他送葬的家人 殡葬人员等 都陆陆续续开始发病 情况与死者一样 先是高烧不退 再就是上脱下泻 最后浑身大出血而死 这场恐怖的病灾 共造成了318人感染 280人丧生 死亡率高达90% 之后医学界 用这个小村子旁边一条河流 命名了这种病毒 它就是恐怖的 埃博拉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生物安全分级 划分出不同等级的生物实验室 共4级 级别越高的实验室 处理的病毒危险性就越强 蜜蜂防护程度等也越高 盘植色变的艾滋病病毒 以及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黑死病原胸 鼠疫感军 也都只是在3级实验室研究 而埃博拉则只有第4级实验室才能够处理 是最为危险 致命性最高的一类病毒 那么 埃博拉病毒是怎样传播 又究竟是如何对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呢 埃博拉病毒 多出现在生活在非洲丛林的蝙蝠之中 蝙蝠是一种既已携带病毒的动物 而且它本身还不太可能被病毒杀死 于是它们就成为了传染病之源 只要被它们咬过的以上动物 尤其是灵长类 猴子 大猩猩 黑猩猩等 无一例外 都可能会感染埃博拉病毒 一旦在宰杀的过程中 接触到了染病的动物 或者食用了未主书的病野味 人就可能会感染埃博拉 由于埃博拉主要依靠体液 包括唾液 呕吐 血液等来传播 因此像医生护士 家人这种接触到患者体液的人 也都大概率会感染这种疾病 这也就是埃博拉传播的基本原理 不管是动物传人 还是人传人 埃博拉病毒只要进入了体内 它对于细胞的感染就开始了 埃博拉属于丝状病毒 其结构是一条遗传物质 RNA加上蛋白质外壳和包膜 病毒表面有一丝糖蛋白 形成刺突 这些刺突就如同万能药室 可以与细胞外面的受体相集合 从而打开细胞的门 进入到内部 不过 埃博拉感染细胞 需要面临人体免疫系统的防御 但埃博拉狡猾之处就在于此 它仿佛知道免疫系统的厉害 于是在进入人体后 就率先感染免疫细胞 来一个釜底抽薪 它通过刺突绑定受体 进入免疫细胞内部后 会被一个囊炮包裹住 为了突破这个囊炮 彻底感染细胞 它就将蛋白质外壳 附着于囊炮种 形成一个开口 而后将RNA释放出来 与酶结合后 形成正列RNA 再知道蛋白质的生成 制造出一个新的病毒 以上的过程不断重复 被感染的免疫细胞的 防御机制就会关闭 发送危险信号的蛋白 已会被杀死 至此 细胞实际上成为了 埃博拉的傀儡和制造工厂 当病毒达到一定数量时 它们就会撑破细胞 进入组织内 寻找新的细胞来感染 病毒的繁殖速度极快 而且无孔不入 就连赶来救援的自然杀伤细胞 人体最重要的病毒清理细胞 也难逃被感染的厄运 在感染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后 它们操控细胞对血管放出信号 释放血液到体内 把本就糟糕的局势变得更长 在这样的公式下 免疫系统很快就变得一片混乱 不仅如此 埃博拉还同时会重点攻击人的肝细胞 使得肝脏破裂引发内出血 埃博拉的每一次感染的威力 就相当于细胞和器官的核爆 一次就足够人受了 但埃博拉病毒 往往是对人体发动全面攻击 也就是说 同一时间内 人体的各个地方 都在发生这种可怕的爆炸 谁知道来的就是强烈的炎症 呕吐 腹泻和流血 肢体疲软 极度虚弱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时刻 这时的免疫系统还有一些尚存 它们要为保卫人体做出最后一步 当埃博拉的感染不可控制时 免疫系统会启动最后的措施 细胞因子方暴 系统会动用所有的武器 并迅速生产出大量新的免疫系统 像被感染的细胞 发起雷霆般的攻击 这样的攻击确实能杀死不少病毒 但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破坏 相当于人体内部 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大会战 人的组织器官 就像战斗中的房屋一样 被打得千中百孔 而在输送免疫系统 进入体内的过程中 血管也会膨胀 造成严重的失血 大量血液会流向人体的每一个控腔 引发大出血 这就是为何患者在死前 都会出现蹊跷流血 毛孔肾血的残状 失血过多 细胞就会缺氧 导致更多的细胞死亡 进一步威胁人的生命 所以这场最终的战斗可能还未结束 患者就已经撒出人寰了 埃博拉病毒没有药物可以移植 人想要存活 只能寄希望于免疫系统 在人体死亡前获得决战的胜利 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它的每次爆发 带来的都将是毁灭于死亡 自1976年爆发以来 数十年间 非洲各地又出现不同规模的疫情 不过每次爆发 传染范围都很有限 波及人数也不太多 因而并没有引发国际社会太多的关注 人们觉得 这只是非洲当地的一种怪病 不会对世界产生影响 直到2014年 埃博拉疫情的大爆发 人类才真正地意识到 这种病毒的可怕之处 2014年的疫情 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爆发 也是造成少亡最多的一次 而这次大疫情的零号病人 却是一个仅有两岁的几内亚男童 在2013年12月 男童受到果腹感染 被埃博拉病毒入侵 出现了发高烧 排黑色分辨和呕吐等症状 仅仅过了4天 12月6日 男童就不幸离世了 男童的家人为他举办葬礼 就在全家人沉浸于丧子之洞时 谁也想不到 一场大厄运即将降临 一周不到 男童的母亲也出现了高烧等症状 一致无效 于12月13日离世 两周多后 男童三岁的姐姐也感染了埃博拉 于12月29日死亡 一个月内连死三口人 男童的奶奶悲痛欲绝 但病魔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头上 刚跨过年 奶奶也染病去世了 时间是2014年1月1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被埃博拉彻底撕裂 但疫情才刚刚开始 过去后 为奶奶送葬的两名外村人 也感染了病毒 这就将病毒传染给了其他村长 而照顾他们的一位医护也被传染了 就这样 埃博拉病毒开始在人群中四散蔓延 而由于疫情云土村庄 位于几内亚 塞拉利昂和利比利亚三国的交界处 因此疫情就在这三国之间广泛传播开来 短短数月 这三个国家就出现了数千名患者 三国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号召民众加强预防 但疫情丝毫没有减缓的趋势 一方面是因为 非洲医疗条件不发达 另一方面 非洲地区一些民众卫生意识淡薄 并不听取政府提供的建议 使得防控措施 在一些地方形同虚设 患者数量像滚雪球一样的上升 到了9月23日 这三国累计出现 6574例确诊 疑似和可能病例 至少3091人死亡 埃博拉疫情仍未停止 他扩张的脚步 这一次他冲出了非洲 在其他大州进行转播 9月19日 一名叫邓肯男子 从疫情严重的利比利亚出发 坐飞机来到了美国 几天后 他出现了高烧等症状 他马上来到了德克萨斯州 以将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9月30日 他被确诊感染埃博拉 10月8日 邓肯在医院中去世 不久后 照顾他的两名护士 也被病毒感染了 同样在10月 西班牙的一名护理人员 因为照顾两位从非洲接回来的病人 感染了病毒 不过 埃博拉虽然恐怖 但它的传染方式是体液传播 也就是 只有接触到患者的体液 才有可能感染 埃博拉是不会像鼠疫那样 通过空气传播的 因此这些出现在欧洲的个别病例 都未引发大规模的疫情 到了2016年 疫情才逐渐结束 这场疫情导致了28000人感染 11000人死亡 这一波的埃博拉病毒 与1976年有所不同 是其中的一个亚种 致死率并没有那么高 尽管出现了跨州病例 但数量很少 并且只有密切接触患者体液才会感染 因而没有引发严重疫情 但这并不代表 远离病人的人们就能相安无事 埃博拉只是在目前未被发现 飞沫传播 并不代表 未来它不会发生这种变异 更何况 这种病毒属于A类生物战绩 万一被步伐制度获得了 那对人类产生的威胁 将是不堪设想 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 为灾情中心的非洲人民 也迫切需要得到预防办法 这种种因素促使各国科研团队 都加紧了对埃博拉疫苗的研究 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的研究团队 这里需要简单科普一下疫苗的原理 疫苗是人类预防传染病的场景方式 病毒会通过刺突等方式 巧妙地打开细胞进入里面 而疫苗的思路就是 把病毒杀死或者降低毒性后 注入人体内 使得人体的免疫系统 对这类病毒的刺突有所了解 以后再遇到这种病毒 就可以将其直接消灭 疫苗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灭活疫苗 即将病毒杀死后注入体内 这些不具备活性的病毒表面 也会有刺突 因而可以供免疫系统认知 一种是减多疫苗 即将一种烈性的病毒刺突 嫁接到另一种毒性不强的病毒上 引起身体的免疫反应 记住病毒的刺突结构 在未来再遇到该病毒 就可以识别并消灭了 中国的科研团队 秉承的就是第二种疫苗 科学家们别出心裁 将埃博拉的刺突 嫁接到普通感冒病毒之中 使人体在不受大的伤害的情况下 对埃博拉产生抗体 此外 疫苗的保存对冷冽要求较高 至少要保持零下60度左右的超低温 但是在非洲 气候炎热不说 很多地方还需要手药发电 超低温显然不太现实 中国团队于是进行了改良 将疫苗制作成了冻干吃剂 这样的疫苗在28度气温下 能保存两年 即便是37度的高温 也可以存放三周 大大降低了在非洲储存的难度 2014年埃博拉爆发时 中国就已在国内 进行了疫苗临床试验 随后 中国团队又远赴非洲 在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进行疫苗临床试验 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经过大量试验 中国的疫苗被证实可靠有效 帮助数以万计的非洲人民 和再非华人 避免了埃博拉的侵袭 中国也因此获得了非洲各国尊敬 在中国的科研成果面前 昔日不可一世的埃博拉 已不再那么令人生畏 从上述埃博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一种疾病造成的破坏大小 一方面与病菌的危险性有关 但另一方面 也与地理位置 科技水平 文化程度和政治制度 密不可分 埃博拉之所以屡次在非洲爆发 除了靠近渊世丛林 容易接触到病原体外 已和当地民众医疗常识匮乏 国家医疗科技落后等因素息息相关 因此 任何一种全球流行的疾病背后反映的 不光是医学上的缺陷与改进 更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不均衡的现实 所以 疫情一旦在相对落后地区起源 造成的伤亡与破坏 要远远大于其余发达地区 这是一种真实的反射 而目前国际救援体系还尚不完善 几个大国除了中国外 也都高举本国优先主义 因此落后地区得到的援助杯水车薪 所以埃博拉既是医学问题 也是社会学和国际关系问题 这其中的种种困难 还需要更多赋予国际主义精神的人们 来努力弥补和解决